平农电影节热闹举行开进仪式 县长拍梦安吉活动大使魏德胜导演 一同带领入选团地 祈求驻地拍摄一切顺利 请开进 开进大吉 魏德胜表示 平农人文风采地景地貌相当丰富 信手碾来都是好题材 加上平农县政府行销强 所有拍片的人最大的希望 就是作品被看见 希望入选团队都能挖掘平农的美好 透过影片传递出去 我觉得很多事情 在地人可能没有很清楚 不知道自己有多好 只是要都觉得 都会觉得说 我们这也没什么 我们这也没什么 这有什么 有什么做到没什么 这样是不对的 要把没什么做到没什么 拍片的人的功能 除了拍片的人的功能 除了把故事讲好之外 另外一个最大的能力 就是他们去发现 发现在地人不知道的好 那也希望他们能够有 这方面的观察力 可以找到这个地方最好的素材 潘孟安表示 期望结合全台年轻电影人的 创意及文化识别力 运用镜头记录屏东的在地特色 呈现心中的屏东印象 让大家看 我们认为这种在防疫的前提之下 艺文的活动 尤其文化创意 还是要让它可以如常来进行 把屏东的好山好水地景地貌 人文事物透过电影的手法 能够让大家更了解 更爱上屏东 而今年的主题 屏东好好 好好的屏东是一个最佳拍摄的场景 屏东县政府举办电影节活动迈入第六届 今年以屏东好好为主题 从全国131件作品中 甄选出十组优秀队伍 将到屏东驻地拍摄 为鼓励参赛者充分展现原创性与完整性 除了入围队伍每组十万元制作经费外 也举办监制工作坊与一对一面谈说明会 让参赛者与来自不同领域 实物经验丰富的专业电影工作者互动 切磋出各团队创作的最大值 各队预定于十月中完成影片拍摄 争夺首奖六十万元奖金 屏东电影节 屏东好好的 屏东新闻张如意刘建荣采访报道 文字幕志愿者 杨远出各种 谢谢观看